来 父皇 你看 这就好了 好 终于开工了 蒙大哥真是太聪明了 四段同时开工 既省时又省力 王爷 臣在 你这个兄长 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 仗打得漂亮 路也修得漂亮 脑子好 聪明 我大哥说了 他这点小聪明 全是陛下这两年半的 功期给逼出来的 好 陛下 陛下 这是李丞相的奏折 你们都出去 来 终于 这些人 还不可以 帮你 他不可以 他就会 你 他就会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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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哥 不速 三思啊 这可如何是好 希望他能逃过这一劫 我要跟他去 灵儿 你不能去 走 父皇 父皇息怒 父皇息怒 别动 记住 这是朕喷在上面的第一口血 朕不希望还有第二口 得三口 蒙依哥哥 你说父皇要责罚大哥去北疆 不过是去秦职道工程处当监军 那大哥 就是到蒙田大哥那里了 是啊 蒙依哥哥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 扶苏长公子会如何面对 面对 你说秦职道啊 还是父皇 还是他的新夫人李贤啊 都有吧 对了蒙依哥哥 我跟你说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了赵高 他带着一个士兵好像在找什么人 你怎么不早说 你也没问我呀 好 灵儿 时候不早了 你该回宫了 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蒙依哥哥 你走吧 谁 我 蒙依哥哥 快 怎么了 干什么呀 你 里面是谁啊 哎呀乱了 哪儿乱 我都看见了 也都听见了 嘘 走走走走